我已經都訂好了 我們要去那個 那個 除三除四 要去清淨玩的 對 團哥也很期待 就可以跟家人回來團聚 談到弟弟張志佳 張姐姐忍不住潰題 好不容易等到春節年假 要家族旅遊 沒想到提前的團聚 卻是因為弟弟的後事 他其實也滿堅強的 但是就是在看到 吳弟弟的那個 從冰箱取出來的時候 忍不住 雲旦接到二號 張姐姐和媽媽還有弟弟 三號就趕到深圳 除了處理後事 也在當地查看監視器 瞭解張志佳最後一晚 到底發生什麼事 他是被朋友叫出去的 然後坐到大概兩點左右 他就是時不時的就坐起來 一直動這樣 就是我很明顯的看到 他是不舒服的 然後坐在那邊的時候 雖然也會跟大家說說笑笑這樣子 但是總是不時的一直在 在弄著他的身體 到家裡的那個電梯的時候 他就已經 他就已經是 那個步伐比較廊長了 就扶著電梯 張姐姐補充 雖然弟弟血壓偏高 但不需要服藥 也不愛喝酒 近期只聽他常說 頭會痛 法醫初步相驗 可能是心肌梗塞 但卻竊死因 家人不願意解剖 只希望張志佳 能夠完整離開 在我心中 他一樣是個勇者 為了老婆小孩 他一樣還是勇敢的站出來 從一脈中走出來 家人決定遵從張志佳生前 愛就鬧的個性 預計12號舉辦告別式 讓曾經喜愛他的球迷 還有朋友 好好跟他說再見 送這位一代的天才 球星走完人生 最後一程 我們也很希望他能夠 抬頭挺胸 開心地走 TV宣傳後一路線 森居小組 台中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